63歲的李強首次以總理身份 按慣例連同四位副總理 丁薛祥、何立峰、劉國中和張國青 召開中外記者會 整個記者會有個突出的關鍵詞 習近平同志 習總書記說 習近平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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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新華網的文字16 10條提問 李強提了總書記習近平的名字7次 比起以往李克強上任總理 第二個任期 和最後一個記者會 提起習近平的名字2至3次為多 另外,李強總共答了10個問題 比2013年李克強上任記者會的15條少 可以提問的 易罕有地不包括CNN、美聯社、路透社、彭博等外媒和通訊社 而曾經主政上海的李強 安排了上海的澎湃新聞問問題 經濟問題是全個記者會的重點 這位中共2號人物說 要實現5%的增長並不輕鬆 中國雖然有市場規模大 產業完備等優勢條件 但困難都不少 靜下心想一想 我們哪個時候 哪一年沒有碰到困難 我們從來是在不斷克服困難當中 實現新的發展 創造新的奇蹟的 像我們這一代人 小時候啊 聽得最多的故事是 大雨治水 愚功疑傷 精畏填海 跨腹阻熱等等 都很勵志 講的都是 不怕困難 不畏艱險 勇於鬥爭 自強不息的精神 中國人從來沒有被任何困難壓倒 本身是浙江人 曾經主政浙江 江蘇 上海 擁有香港理工大學 EMBA學歷的李強榮言 支持民營經濟 整體而言 政府亦要提升效能 改變作風 我長期在地方工作 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就是坐在辦公室 碰到的都是問題 下去調研 看到的全是辦法 高手在民間 各級政府 各部門 各位公務人員 一定要牢固樹立 發展意識 服務意識 在旅行審批監管等職責的時候 不能只踩煞車 不踩油門 不能只射路障 不射路標 至於港澳問題 今年排在第三條法文 屬於較前 全力支持香港澳門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全力支持香港澳門 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全力支持香港澳門 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 我相信 由祖國作為堅強護盾 由一國兩制制度保障 香港澳門的作用和地位 只會加強 不會削弱 談及中美關係 李強說中美合作大有可為 圍堵打壓對誰都沒有好處 李強有特別提到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5週年 無論外部形勢怎麼變 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都會向前推進 廣播新聞網記者梁謙樂報導 對外開放的 沒問題 我會去做 說明了 我會去做